说起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《黄昏》,想必现在还有很多网友都能哼唱起来吧。 而这首歌的创作者周传雄曾经也一度被网友直呼为天才音乐家, 那些年的黄昏,寂寞沙周冷,男人海洋,我的心太乱,等都是青春啊。 只可惜,后来周传雄因病暂退娱乐圈,这也成为了网友们心中的一大遗憾。 2001年11月28日,周传雄与妻子在台湾的远东饭店举行婚礼。 而妻子在此之前担任过周传雄演唱歌曲《没有你的日子》的MV女主角。 最近很少见面的小刚周传雄和老婆逛超市,现场人看起来好心疼小刚。 更令人惊讶的是,周传雄的父亲一共有5任妻子,共育有18个子女。 然而,周传雄的母亲是父亲的第5任妻子,他的父亲到50岁才有了周传雄这么个儿子。 最近,周传雄开始在娱乐圈活跃起来,看到瘦成这样的周传雄,你是不是很吃惊呢? 据悉,周传雄因为患了某种免疫系统疾病才成为这样的,他甚至一度暴瘦了40斤,这让人心疼。